他二十一岁成名 二十三岁率五十旗闯五万金营 活捉嘴手 一战惊天地 武能安邦 文能治国 他一手拿剑 一手执笔 写下了史上最有杀气的一手词 罪礼挑灯看剑 梦回吹脚连营 八百分灰下至 五十闲分赛外生 沙场休点兵 他便是新气急 南宋少乡三十二年 金军准备南下攻送 各地义军接盖而起 新气急率领着一众兄弟 大战金军与四凤闸 一场战斗下来 义军死伤惨重 所剩寥寥无几 面对着兄弟们的失守 新气急怒发冲冠 四凤闸营地被毁 新气急决定带领一帮兄弟 投靠泰安城友军 那里有义气冲天的梗大帅 一行人连夜赶往泰安城 却被一剑拦了下来 新气急上前问话 一只剑矢再度袭来 这下城门上的张安国 终于意识到这些人并不简单 连忙命人回城上报 此时泰安城并不安稳 他们围城四守 粮草成了最大的问题 再熬下去只会是不赞自败 副帅出城来剑 却故意刁难起了新气急 想进城可以 现在有只五千人的金军正赶往这里 给你八百人 仗打赢了我就让你进城 五百 我只要五百人 咱们太安城见 心急急转身边露出了微笑 打秦忍是他最喜欢干的事 然而以五百打五千又谈何容易 简直就是找死 可偏偏有些人就是不信这个命 当金军浩浩荡荡荡的踏入中原的时候 这只五百人的义军早已经设好了埋伏 煞时间几十颗火球从山顶滚落 打了金军一个措手不及 义军士气大振 刺杀展开 金军被杀的溃捕成军 沦为了带宰的羔羊 金军主将彻底慌了 顾不上自家士兵的性命 立即下令放箭 漫天的箭雨袭来 义军瞬间死伤一片 新气急已经顾不上其他 手持长剑一跃而起 与万军同中一剑斩杀了金军主将 主将被诸 义军大胜 新气急一战成名 得到了耿大帅的认可 成功入主台安城 他把抢来的粮草满重发放 成立一片欢愉 张安国却越看越不顺眼 他认为新气急抢了他的风头 故意前来找查 却被耿大帅一把揽下 耿大帅对于新气急极为赞赏 下令好生招待 晚上中将师们一起庆功 新气急豪气冲天 扬言要将金人赶出山东 收复故土 简直是痴人说梦 副帅看不惯他如此张狂 然而新气急却早有计划 他要带兵出城 趁着山东境内的金军兵力空虚 主动出击拿下周围四场 如此一来 整个山东便牢牢地掌握在义军的手里 耿大帅呢一届俗人 虽然听不懂 却同意新气急出兵 新气急被提拔为了义军的长书记 开始了金戈铁马的抗金大爷 世人只知道他是个诗人 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武将 新气急率义军攻略成直 从泰安打到了四水 从四水打到了眼州 再从眼州打到了济安 义军越战越勇 连胜连结 一口气连破三成 设弃前所未有 为了收复失地 赶走金人 新气急早就定下了铁律 攻城之后秋毫不犯 可偏偏有人还是坏了军机 张安国为了吃羊 不惜让手下拔了刀 正是被新气急的座下大将榔头发现 当众绑了小黑子 这小子抢百姓的粮食 还疼你要动刀子 可他们是奸人啊 他们也是百姓 新气急怒急 命令榔头执行军阀 砍了 耿大帅一气重 要护短 希望放小黑子一马 却被新气急断然回绝 为了个违背军机的家伙 耿大帅不惜撕破了脸 这一招对别人有用 但在新气急这里行不通 跟随祖父游历天下的这些年 他曾看到那些金人的官 根本不把百姓当人 他们抢钱 抢粮 抢人 不给就往死里挡 就杀 杀一个不够就整村的杀 所以他从带兵起义的那天起便 做了一个决定 若有朝一日大宋能够收复失地 绝不让任何一个百姓 在大宋的土地上 受这样的罪 造这样的苦 动手 新气急一声令下 连副帅都拔出了刀 耿大帅还想再拦 却没想到张安国一刀捅了小黑子 杀人灭口后 逃出了城 白天新气急的一番话 终于感动了副帅 他着实感谢新气急 让他对大宋的将来还抱有希望 如今他们连破三场 金军却将所有的主力都尽数抽掉 明显是铁了心的要攻打南宋 想要挡住金军保住大宋 就要联合大宋美发军 对金军进行合力的围剿 两个人在帐下商议机密 却完全忽略了一个人 耿大帅 耿大帅不想再打仗 他想就此打住 自立为王 就算我现在不打这团 金人打我也没办 我就让弟兄 跟我过上好日 耿大帅杀一惊险 要对新气急下手 新气急忍不住吃笑一声 心寒到了极点 连家都没了 哪来的好日子呀 新气急铁了心要攻打金人 他将随身的匕首交了出 也把命交了出 耿大帅始终都未能下手 他似乎已经认可了新气急 新气急纵马出城 直奔林安 而接下来他要求见的 便是那高高在上的南宋皇帝 世人都知道岳飞 却不知大宋还有他 新气急 新某 若能看到九州归一山河一土 总是死上百次千次 就有何局 我 胆之如心 九州归一 山河一统 新气急用这八个字打弄了皇帝 同意了他的北伐请求 有倒是英雄多少年 过去并如此 有安 你亦如此 尽管相隔了一千多年 他也像过去并一样 少年神勇 新气急马不停蹄地赶回泰安 城门却禁闭不开 里面发生了大事 耿大帅死了 张安国贪图荣华富贵 投靠了金人 借着耿大帅的信任对其痛下杀手 看着耿大帅的尸体 新气急不禁大哭起来 他哭的不只是大帅的离去 还有着机会的丧尸 耿大帅一死 义军失其大错 联合北伐军抗金的计划也就化为了泡影 新气急在棺木前做了一晚 第二天便准备孤身一人去升勤叛徒张安国 然而一众弟兄却早已经在城门口等待 张安国背叛一军 现在只有将其活捉斩首示众才能捂回一步军心 新气急率领着武士骑兵 浩浩荡荡杂杀到了五万金军阵前 先是榔头以诱敌之地骑上快马 用树枝扫出千军万马之势 引出营内大半的兵力 新气急再从另一面袭来 用力抛出油罐 再万剑骑发将其打碎 一只火箭将其引燃 刹着剑熊熊大火落入敌营 以大火阻断金军的支援 这一仗注定是九死一生了 新气急带头杀戮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生擒张安国 新气急如杀臣将士 大杀特杀 终于在营兆外发现了张安国 张安国见这副情形 赶忙不停的酋长 希望能放他一马 然这般叛徒 又哪有理由肯放过 被刑七亿害死冠大哥 被杀 叛徒复归投靠机的 被杀之权 因一击四日功败吹成 被杀 新气急拖着半死的 扎恩国出来 却遭到了大批的金军围堵 金人王爷完颜拔肃 傲力于全 下令万剑穿心 新气急意识到走不出去 却无丝毫拒怒 众将士誓死如归 抱着必死的决心 冲向完颜拔肃 一声令下 万剑齐发 众将士纷纷重剑倒地 生死一线之间 女主舍命等剑护住了新气急 与此同时 狼头带兵杀来 女金军展开了奋力自杀 心爱之人身死 新气急痛苦不止 他大喝一声 便不要命地杀向完颜拔肃 后者还想逃 却被新气急一记 飞天长枪直接穿透了身体 金人王爷被杀 金军彻底发了疯 狼头顾不上性命 拼死将新气急拖上马 用身体拦下了一众金兵 五十骑兵传五万金营 最后只有新气急 一个人活着走了出来 新气急活捉叛徒张安国 一战惊天地 消息传回了中原 各地一军士气大振 最终致使金军南清失败 这便是新气急的前半生 金哥铁马 赤胆中烈 一代英豪新气急